第31题,立川想要知道黑色的水性笔是由哪些颜料所组成 他利用下列哪一种实验方法进行检验最适合 这是我们上课讲过的活动啊、实验啊 就是所谓的射程分析法来分析我们墨水中所含有的不同的颜色的颜料 所以31题问我们说 他利用下列哪一种实验方法进行检验最适合 我们答案选的是C,射程分析法 我们答案选了